这是美国卫斯里学院社会学教授托马斯·库什曼 与前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夏野良 在华盛顿智库卡托研究所的对话 2013年6月 卫斯里学院与北京大学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 以促进两所高等院校师生间的交流 但库什曼担心 这一合作会影响到卫斯里学院学术自由的基本原则 我担心的是我的同事 我怕他们会进行自我审查 夏野良说 他并不反对美中高校的交流与合作 但不能因为眼前的利益而不坚持原则 如果你必须妥协 必须放弃一些基本的原则 比如言论自由等等 那么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国际交流的目的又是什么 夏野良曾经在北大任教13年 他对中国美矿日下的学术自由感到很惋惜 像北京大学过去这个校训历史上蔡元培提出的八个字 就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现在官方在宣传的时候尽量不用前面四个字 forbidden city就是指雇工 那我说现在这已经扩大为forbidden country 就整个的国家都是进去 很多东西都是不让谈论的 包括互联网已经成为局域网 世界上最大的局域网就是中国的这个 2013年10月夏野良被北京大学解聘 作为零八宪章的何属人 他认为自己是因为表达政治观点而遭到报复 但是北大表示解聘夏野良是因为他的教学表现不佳 为此魏斯理学院的136名教授 联名签署了一封给北京大学的公开信声援夏野良 并要求魏斯理学院重新考虑与北京大学的合作关系 我们有重新考虑 但多数人还是投票选择与北大合作 所以没有成功 魏斯理学院是美国顶尖的文理学院 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就是这所学校的校友 库什曼说 对于很多美国高校来说 中国学生就是放在桌子上的钞票 你知道的 中国学生不仅有钱 而且也是很多美国大学和文理学院的一个很大的收入来源 我并不反对魏斯理学院挣钱 因为这也能够给我工资和福利 美国的教育机构就这么缺钱吗 如果希特勒要出钱跟你们合作 你们也会愿意接受吗 库什曼还说 研究数据显示 美国的高等教育并没有增加中国留学生 对自由平等和民主宪政的理念的认同 反而使得他们民主主义情绪更加高涨 夏野良说 中国国家领导人自己都不认同中国的高等教育 将子女送到美国的名校学习 这些美国大学很有可能是在为中国培养未来的独裁统治者和特权阶层 共产党从来没有放松对留学生的领导 凡是学生多的地方 中国都要成立学生会 由这个使领馆去领导 所以他们通过学生会 通过学生干部 也在内在地施加影响 夏野良说 他的理想是一个自由的中国 将来如果有机会 他仍然希望能够回到中国工作 美国声音记者黄峰 华盛顿报道 记者在清华大学考检 随机采访了20名考虑